大家知道啊,一个消息非常令人振奋,就是说香港在年底有望取消这个入境隔离政策啊,变成零加七,就是什么意思呢,就是从此就取消隔离了啊,七天咱们不知道是居家观察还是什么,除了不能去公共场合以外,下楼啊,出去买东西啊,什么的,应该是被允许的了啊,这个此消息传出啊,就所有的海外华人圈,包括海外留学生圈,掌声雷动啊,很多朋友就来爱的我说,这下是不是可以回国了? 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,我听到这儿啊,呵呵一笑,我以我的人生经验吧,跟大家说一点建议啊,因为毕竟呢,这个疫情给我们带来的这些麻烦事呢,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,对吧,我看着国家一步步从14加7加7一直降到现在,是吧,这个4加3啊,7加3啊,或者是香港这边已经降到了4加3啊,对吧,有些款降到4加3,有些马上就结束了,给大家一个忠告, 香港这边一旦取消隔离了,咱们内地啊,势必也取消,但是两个指标,第一,内地至少要降到从香港的内地隔离,降到至少五天以内,咱们才能考虑通香港走,这是第一,第二,香港到内地的过关,我,因为我现在什么情况我不知道, 我觉得他一定要把那个名额限制取消了,你知道以前香港的内地,内地到香港是非常简单的,就是你刷一下护照,或者是刷一下港澳通用证,直接就过了,知道吧,一秒钟都用不了,因为你只说过关需要排队,但其实,他们那个香港居民跟广东省居民,其实那个通道过关非常快,你知道吧,就是这样的,所以说呢,我建议啊,就是大家,等一等,等到咱们内地,这边也放松了, 是吧,从香港这边回来的这个,也放松了,至少把名额限制取消了,才走,为什么呢,如果咱们这边没放松,还是7加3,或者4加3,还是过关有名额限制呢,必然会出现以下的情况,大量的人一听香港放松了,他就会往回跑,对吧,可是他们往回跑呢,明显啊,对吧,都拥在香港这么大一个地方,可是呢,你在香港拥着,那过关是有名额的呀,那就会造成了大量的人去挤兑, 大量的人去挤兑,这些名额就会被黄牛和旅行社给倒卖掉,你千万别跟我说不会发生这样的事,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事,如果要是说,啊,咱们内地没有跟香港同步的话啊,所以说呢,我建议大家再看一看,反正我是准备再看一看,即使从香港这边能入境了,我也准备再看一看,因为我还没说到财务自由的程度,如果一旦被滞留在香港,滞留个一两个月,反正香港那酒店都挺贵的,香港那花销也都挺贵的,虽然说一两个月,啊, 是花得起的吧,但是我没有自虐癌,我不想就把很多钱,几万上十万的钱花在这地方,你知道吧,我是很愿意给国家增加GDP的,但是我愿意把这个钱花在消费上,啊,不愿意花在住酒店上,你知道吧,不愿意花在滞留上, 所以说我的人生经验呢,就是说大家再等一等,啊,等到咱们这边隔离至少降到五位数,或者说至少等他把这个, 不,呃,就是至少把他这个,叫什么呀,就五天以内啊,至少或者是他把这个名额限制给取消了, 那个时候,哎,你可以放心的,是吧,哎,去这个,啊,回去,啊,你也可以放心的搞这些事了,不然的话,真的很有可能出现大批人治疗香港的问题, 而且这是各方各边造成的,因为回去要隔离,啊,过关,每日又名额限制, 再加上你看这种发财的机会,我告诉你,这些黄牛啊,旅行社啊,什么的, 他就一个个高喊口号,但是他从来到这个时候,他永远他不会记得你是同胞, 他坑你的时候,他不会记得你的同胞,知道吧,哎,就像什么呢, 就像比如说大家平时都说你同胞,对吧,哎,这华人坑起自己人来, 他都不记得你就是同胞,包括就有些咱们,啊,国内有些朋友就是平时说起来跟你可亲了, 啊,等到一有事了,他跟你就不是同胞了,所以说我觉得啊, 大家反正是以我粗浅的人生经验啊,如果就是香港市这边开放了, 大家还是等一等,啊,等到咱们内地也同步了,至少把这个通关名额取消了, 咱们再决定回哪,咱回家隔离呢,到深圳隔离呢,是不是, 你也有个盼头,你也知道你七天以后或者五天以后或者三天以后你能出来, 那你在香港那边过不了关,是咋回事啊,对不对,你不能滞留到香港, 你管我啊,而且你这香港,就是消费又那么贵,对吧, 住房那么贵,各种东西又那么贵,势必会造成这些酒店在跟着向上涨,反正这我的看法,我的看法啊, 很粗浅的看法啊,所以说,大家问我怎么看,我是这么一个状态, 当然了,因为可能我是一个内心比较暗黑的人啊, 所以说我觉得呢,这种情况,如果要是没同步的话,有可能发生啊, 只是说我给大家打个针,毕竟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, 我知道啊,即使这样,很多海外华人珍惜自己手里的钱, 很多留学生不会珍惜,因为留学生家都有钱, 他们不在乎十万八万一张机票,但我也劝一句啊, 留学生家里是都有钱,但是,那不是你自己的钱, 那你爸妈赚完了,是不是,咱等到两边都那个什么了, 尽量给父母省个钱,别就为了你回家一张机票花十几万, 隔离带花个几万,那不是你爱国,那是你标, 那是你不爱爸,不爱你爸妈,知道吗, 这就我的看法啊,那行吧,这期做到这儿, 以后有什么有意思东西的跟大家说,这期聊到这儿,拜拜。